大家好,我是来将,今天来和大家分享六套早春穿搭 不管是通行职场还是休闲日常,都能保证让你穿得舒适好看又绝不撞衫 第一套就是我现在穿在身上的,上周我选择了一个剥点上衣 是不是特别的温柔可爱,又带一点点小法式的浪漫 这个飘带它可以系在脖梗的后边,可以系在前面 那系在前面的时候呢,我把它稍微偏左一点点 这样的话看起来能够更加的利落一些 为了配合这个剥点上衣呢,我把头发也扎起来了 显得更加的精神 后腿裤是一个纯白色的,然后腰间有一点点的装饰 这样的话可以使我们整个腰线在视节效果上上提 这个时候我也会选择比较简单的饰品 鞋子呢,我会选一双白色的小跟鞋跟裤子做一个连结和呼应 早春姐姐因为早晚还比较凉,所以我们可以带着披一个小风衣 第二套,那真见到了怎么少得了简约T恤和万能百搭开衫的蝶穿 上身我选了一个非常简单的自摸logoT,下身是漂亮姐姐游载裤 非常的显腿长显腿直 这样的一身呢,会显得比较的休闲随性 所以外套上我选择了这样的一个戴珍珠试扣的针织外套 既能预寒薄暖又能温柔好看 鞋子的话,咱们搭配一双超级软柔好走的乐福鞋 加一个轻便的小背包 第三套呢,是非常适合亲属姐姐们的粉色穿搭 上身是一个针织两件套 里边是背心款,我们可以把开衫穿在身上或者是搭在肩上 那这个粉色呢,它是带了一点点的灰调和紫调 所以非常非常的显白 并且上身之后可以削弱粉色所带来的幼稚和低灵感 来得更加的端庄大气,有格调 裙子是一个印花款,也非常的适合春夏 再加上这个地方的高腰设计 能够把咱们的小肚子也藏得非常好 非常适合离形身材的姐妹们 能够很好的遮住屁屁 还有我们垂股的热肉 鞋子呢,我也会选一个铜色调脏粉色的一双小跟鞋 像一个比较深色的焦糖色包包 来使整体穿搭更加的高级和谐 第四套比较偏执场 它会来得更加帅气利落 它是一个稍微落肩款的宽松西装 裤子呢,是一个超高腰的破腿直头裤 非常非常前腿长 这个时候里边再穿非常立整的衬衫的话 我会觉得稍微有一些严肃 所以呢,我选择了这样的一个印花T恤 作为内搭 增添了这套穿搭的趣味性 整个春天的感觉就呼之欲出了 这一套呢,是我非常喜欢的飘带衬衫 加背心连衣裙的一个叠穿 叠穿这个小方法真的非常适合早春季节 那在这个基础上呢 我们还可以添加小皮衣或者是小风衣之类的外套 包包选的是这样的一个手提包 它的黑边跟我身上的粗花蜜裙子的线条 可以做一个呼应 鞋子选了这样的一双 可以跟白色衬衫做一个上下呼应 最后这身呢,是一个上下套装 这一套呢,它的面料非常的软柔亲肤 而且厚度也是正好适合接下来的季节 搭配上来说,可以这样整套穿 也可以分开搭配 所以我觉得是非常实用的一套 特别是上衣领和出这一圈珍珠的香芡 我个人非常喜欢 整一个春天里的高级和优雅就越染纸上 因为肘身的风格是比较素雅的 所以我会在鞋子上玩一些小心机 也是非常适合撑下的这样的一个花朵图案 立体又富有层次感 包包我选了一个奶粉色的手提包 它即可手提手胯 还可以单肩鞋肩 甚至还可以双肩背 好了,以上就是这六套早春穿搭 你最喜欢哪一套记得在留言区投票告诉我 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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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